對 可是現在是可以 可以就是 Selina很棒對不對 給她掌聲鼓勵 沒事啊 不要愛哭啦 抱歉 對 就是 因為我就是 就是這個是跟之前不一樣的啦 就是自己有一點改變的地方 所以 我還在很努力的 適應就是 這個樣子我在大家面前這樣 但是我覺得 就是所有的媒體 甚至歌迷 甚至我走在路上的路人 我覺得他們都有給我很多的回饋 因為他們都會讓我覺得 你這樣子還是很棒 你這樣子 你還是 還是 還是他們就是譬如說歌迷好 你還是覺得我 還是他們心目中的公主 或者是他們可能看到我身上有 有不同的力量給他們 然後我覺得這都是 每一個這種回饋的回饋 都給我更多的肯定 是 我覺得愛心當然 永遠是最好不要有時間 最好是你 有遠遠不斷的愛心 然後 有遠遠不斷的捲線 是最棒的 可是我覺得就身心障礙者 如果你這個捐款 你可以幫助到的 絕對不是只是他們單一 一個個人 嗯齁 因為你可能影響到的是 他們一整個家庭 然後 就像我自己在受傷的時候 那是全家 都是一起陷入抽雲殘 而且不是只有直系的 你可能包括你的好姐妹 包括你身邊的工作人員 就是你的整個圈子 都會籠罩在烏雲之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幫忙 除了可以幫助身心障礙者 朋友之外 如果他們真的有一天 可以像永婷這樣子 有自己生活的能力了 那個是不只他自己開心 那個全家 或者是他整個圈 他身邊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變得很開心 他們的世界都可以變得很美好 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每一筆的捐獻 就會變得很有意義 是 所以他其實真的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只是幫助一個人 產生自信心 還幫助周邊的人放心 還幫助周邊的人 大家一快開心 而且他其實是 擴散出去的效益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這邊我們也想請教Selina 欸接下來 馬子平庭的工作當中 有什麼樣的新的動態 可以跟我們的媒體好朋友來分享 好 我最近呢 就是開始主持了一個新的節目 然後在六月份的時候 又要開我們的 第四場的巡迴演唱會 哇在哪裡 在小巡邦 在小巡邦 先參考 二十 六月二十二、二十三號 兩天兩場 兩天 對兩場 哇就對體力來說 但是我現在並沒有要推銷 就是賣個不漂亮的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賣光了 哈哈哈哈 也沒有要炫耀你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就在突突就一定也很想去看 那你都賣光了 那怎麼辦 能不能夠 這個呢 我就是非常的感謝華妍 華妍非常的有愛心 就是我們公司有送 送票給 我不知道是給 就是聯合全部嗎 對 然後就是可以提供 身心障礙的朋友 一起在我們演唱會的時候 來參與 然後希望你看我們演唱會 也可以給你們很多的力量 然後在這個晚上 我們都一起享受在其中 對 看到SHE再度站在台上 這個三位合體 然後就綻放光雨 我相信這其實也會給我們 很多的身教朋友 會讓他們有很多 覺得說我也可以做到 這樣的一個支持的力量跟勇氣 所以真的很感謝Selina 今天到現場來分享這樣的 愛的感動